小二 我妈不是非让你搬走不可 你要不愿意搬吧 你就不搬 你冰冰回来 跟我住一个房间 就行 真的 没什么不行的 你看 以前吧咱们一大家子 人在那小屋子 不是挤着住了吗 不是都过来了吗 是吧 别 那个 你要真搬过去 不用呆背 不用呆背 那什么都有 别去呀 这老三的东西啊 是老三的东西 我们不会用的 刚才我跟老三已经说过了 我们搬过去可以 可以有一样呢 咱得说好了 别到最后弄的两处房子 都是他的就行 都是一家人 你说何必分得这么清楚啊 别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都是一家人 什么你的我的呀 该买房的时候 我们都没买 妈 您记得吧 那会儿我们要买自己房的时候 是您横拦着竖挡着 不让我们买 您怕没人管您 没人伺候您 对吧 你说那会儿那老三不着调的 把您弃成什么样啊 您说什么了 可是老三一张嘴说要买车 您立马跟我爸就把钱给他了 您见着他什么了 就见着杨林身上 背那几个名牌包了吧 此一时彼一时啊 人老三媳妇争气呀 过门就给您生个大孙子 您一看见孙子 是不是什么都忘了 哎呀 什么赚不赚钱呀 什么招不招调啊 在您心里根本不重要 其实也对啊 这老三不挣钱 老二能挣钱呀 可不像我啊 这个家呀 就属我没本事 这么多年 也没能给您生个大孙子 这要是在旧社会呢 没孙子就属于无后啊 那早应该把我修了 我还真的感谢新社会 还得感谢您 妈 等我们搬走以后吧 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 开始到今天 我对您啥样 我们没钱 是不是因为我们 把所有挣钱的时间 都用来伺候您呢 小王 你瞧你说的 这都是什么呀 我知道你有怨气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你把手摸在这胸口窝 你自己闷心自问想一想 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都拿你 当自己亲闺女了 兵兵小时候多难待呀 那不是我一把使一把尿 把他拉上大的吗 有一回 冰冰看人家邻居孩子 拿一个什么娃娃 自己也想买 那不是 你们不给他买我 拿你爸半个月工资给买的吗 我图什么 我不就图这一大家子人 大人孩子高高兴兴的 和和美美的 我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你这些话说的我心里可别扭着呢 我心里特难受 你要飞走你就走吧 我也不拦你了 你不过去看看去 他那儿盯了光的 回头再跟妈打起来 哎呀 你急什么呀 他那叫林明强的黑暗 充气量算是个夜幕下的哈尔滨 宝贝 你觉得这东西咱还给他写吗 写也行啊 不过得写清楚 这房子归咱们 那老房子归他们 然后其他别的什么要求都不许再提了 什么三十万什么差价不行 然后双方签字永不反悔 那房子要是拆迁怎么办啊 就那低端 一平米不得拆个十万二十万的呀 就那儿谁拆得起呀 你放心吧啊 十年之内都不会拆 万一要是拆了呢 咱 咱就算一平米十五万啊 一千多万呢 你会不会算账啊大哥 就为了那一千多万 你让我在那小坡屋里住十年 十年啊大哥 那我的青春就没有了 我都老了 再说了 那万一十年之后也不拆呢 还有咱家宝宝 童年只有一次 你忍心让咱家宝宝的美好童年 就在那小坡屋里度过呀 那周围都什么环境啊 跟拼命哭似的 咱家宝宝在那能学会什么呀 我估计这 这除了打架骂人 什么都学不会 那人家孟母为什么三千啊 她不是为了孩子 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啊 你知道 为什么你是现在这样吗 就是因为你是在那儿长大的 我二哥也在那儿长大的 你可行了吧你啊 你可别提你二哥 你二哥他还不如你呢 他更不是东西的 行不提我二哥 为了我们家宝宝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美好的未来 那写吧 你看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大嫂 这都一切按照你的意思修改完毕了 你看一下啊 要是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咱就签个字 那三十万呢 什么三十万 好 好